曾国藩看到一个可怕事情,哪怕佣兵五十万,也不敢称帝,三个月必亡。 曾国藩佣兵五十万,为什么不称帝? 第一,清朝还有一定军事实力,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,清朝在京津地区就有一点五万,接受了英国教官训练的八旗洋枪部队。 这些英国教官还参与训练那一批汉军兵和大孤口协兵。 光是天津镇总兵陈己清部下就有洋枪六个营,洋炮一个营,三千二百多人。 1866年,东北八旗军开始训练五千五百名洋枪马队,后来这批部队就参加了左总堂收复新疆的战役。 丁宝珍开始在黑龙江训练十二个汉军营。 1863年开始,清朝开始重新整训陆营,一些比较精壮的陆营兵被选出来加入练军。 当时直立四万陆营,挑选了一点五万出来,再招募新兵五千整训,全部装备进口的西洋批山炮,马枪,步枪,还是国产台枪。 除了直立,福建,浙江十万陆营,也选拔三万精壮,重新编列,学习长矛,洋枪,台枪的使用方法,集中助选。 除了八旗陆营,左宗堂的楚军,李鸿章的怀军都各自有数万精兵,而且多洋枪洋炮。 曾国藩本身乡军,没有五十万那么多,而且,曾国藩可以控制的,其实就是曾国权等人的六万乡军。 蔡清廷实力还比较强的时候,如果曾国藩起兵,蔡清廷的诱惑和封关禁绝下,恐怕将会有不少乡军当场就会投诚。 就连最精锐的湘军爆超部队,都能在天津已经沦陷的以后,还跑去投降太平军,何况是清廷的封关禁绝。 湘军在武器上,人数上,还有财力上,都远远无法与清廷相比,清廷那边的名将还有一大堆,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亲眼看到了, 因把军队带将这河上海,是怎么帮助清廷打太平天国的,他如果造反,那些洋冰洋将一样会去打他。